請問一下 是剛好在上面 其實有跟朱莉靜講的哪一些話 就是很祝福她 祝福她就是在 天堂 會很幸福很快樂 然後 繼續她最喜歡的音樂 我相信她留下來的愛跟歌聲 都會繼續留在大家的心中 謝謝 我們要幫我們聊一下 我們因為是 同樣 就是有 癌症的演藝 女藝人 然後 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發片記者會的時候 她帶著笑容 跟大家宣布 她自己的乳癌的消息 其實 這個事情 對每一個人 一定是很大的衝擊 尤其是自己得了癌症 可是她這麼善良 她連 得了乳癌 她都還要帶著笑容跟大家講 所以 像她這麼善良 的人 我真的覺得 她的離開人 是 是 大家的損失 那因為我自己 也是 還有 原本我都發現 原本我看她 就是 在大家面前 都是非常的 健康 然後 很光鮮亮麗 也都可以唱歌 體力都很好 所以 我真的很 錯愕 我以為可以跟她一起 攜手抗癌 然後 營效健康 那我剛才 也把這個疑問 就是我問了 離境的家人 為什麼 為什麼她會這麼突然的就離開我們 然後 然後 其實就是因為發現的太晚了 然後她在 後面其實沒有做什麼 比較能夠積極性的治療 因此 在她的 就是疾病 有抗藥性的時候 病情就會自轉 幾下 然後我自己 也 也會 就是 覺得 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她帶給大家的正能量 因為身為愛友 我現在把自己照顧好 其實對大家 對病友都是最好的榜樣跟鼓勵 我也很願意延續她 帶給大家正能量的精神 然後繼續的 給大家正面的影響力 我相信她現在就是在天堂 當一個快樂的天使 繼續唱歌 安慰大家 你全部覺得身體狀況都還好 對 其實 以我的 病程 我能夠這樣 很健康 然後心情很 很平靜 坦白講 我覺得是個神機 然後也是老天爺的恩典 我覺得我這樣的健康 絕對不是拿來揮霍或者是吃喝玩樂而已的 我相信 老天爺給我這個健康的身體 要我用這個健康的時間 能夠去幫助更多我能幫助以及需要幫助的人 尤其是跟我一樣的癌友 或者是病友 因此 我覺得就像麗靜一樣 她總是把正能量帶給大家 然後給大家希望 給大家歡樂 我也是的 我會延續她的精神 然後繼續的 為自己奮鬥 也為大家活出一個榜樣 謝謝 謝謝 辛苦你們了 謝謝